我是一根薯条 一个凑不及防 一个难以预料 我就要嫁人了 而且是嫁给一个 凉凉枪 滴滴滴 一长两朵 是队友 你一排音主制作 梦幻西游手游 红山广播剧 梦幻笑江湖 第五期 正在打开中 来不及解释了 快上车 在我知道 雪儿要嫁给东方必败后 我第一时间冲到了 郑和香肠组队的 东方必败面前 死死地盯着她 像是一颗销魂钉 要钻到她的身子里一样 我脑中不禁开始 歪歪起东方必败 毕竟 她永远都是自带声音 动作 3D效果的 哎呀 人家宝宝又西败了啦 好讨厌啊 咦 那万一 她又是个八尺大汉呢 盟主大大 快来帮帮人家 过这个任务啦 哎呀呀 看 我这个宝宝 似不似敲逆海 灭 我家雪儿 怎么可以嫁给她 我双眉了哟 这一把打完就走了 摸摸蛋 不能放她走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种表面看扫娘 你心真的是 只有她和她的倔强的人 如果直接说不要去雪儿 她肯定飞去波克拉 我该怎么办 别走 怎么了 可爱的小妹子 我要嫁给你 我们帮的人腰薯条 要嫁人了 你们都是男的 这是要违背自然法则的 兄弟 我们帮的人腰薯条 要嫁人了 要嫁给东方必败 你真的要嫁给我吗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你怎么看上我的呀 可能这就是一见钟情 哇 你都是这么直接的吗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复 她就退队 加了我好友 阻了我 然后直接带我飞到了一个庭院 满院水池大树 走 进屋子 这满屋家具地毯 你站着别动 等我一会儿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把家具 一件件地收起来 又一个个摆起来 这桃红色的板凳怎么越开越喜巧 还有 买成新型是什么意思 买个板凳都是 爱你的形状吗 还有她手上什么时候多出了花 好 我答应你 什么情况 明天 不是要跟雪儿结婚吗 难道 谁都可以聊 我还是先去喝口水 爱惊吧 我二话不说 直接反手关机 太阳穴 突突直跳 我的天 也太坚松了吧 本来我就着自己随便一撩 然后射手截图发给雪儿 破坏下她们的感情 啊 等等 截图 啊 顾琪琪 我忘记截图了 我怀着一种悲痛的心情 初心登陆了游戏 估计这会儿 她又和雪儿黏在一起了吧 男人呀 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东方必败在喊人 参加明天 你们的婚礼 很棒棒哟 啊 我 门 她原本不是 明天要跟雪儿结婚吗 怎么我随便说一句 她就改了 不太对劲呢 香肠 你当时听见东方必败的原话 到底是什么 哎呀 我绝对没听错 她说雪儿明天要结婚 还有说 是她和雪儿结婚吗 没有 香肠 你又坑我 我连忙去私聊了东方必败 这场乌龙世界 必须解开 东方必败 在吗 老婆 我在呢 亲亲老婆 找我什么事啊 为什么她的欢腾没有穿透力 句句都会自动转换成语音 会荡在我耳畔 嗯 那个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之前 我说要嫁给你是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 其实吧 其实 这个句很多人都知道 是人妖 发过去之后 我一阵小切心 人妖 还真是款好用的挡箭牌 而东方必败那边陷入了密集的沉默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估计她正在拉黑我吧 没拉黑啊 她说 她说 太好了 太好了 太 好了 这 叫句吗 我正好是女孩子啊 东方必败是女孩子 这恐怕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要知道 她可是在全服出了名的撩妹狂魔 和小少年简直是不相偿下 她比小少年更可怕的是 小少年也就是一失兴起 撩完就忘 她呢 逢美就撩 而且是撩到结婚 方法修 小妹妹 别跑呀 哥哥说过要娶你的 小宝贝 我一向都很走心的 有味套路深呀 我才不信 老婆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那你 老婆老婆老婆 在不在 老婆 真是个女孩子 真是个女孩子 这么可爱 我天生就对这种萌妹子 毫无抵抗力呀 小魂躲魄之中 为水神差之下 我就应了她 那我们明天十二点结婚哦 我已经喊了我们帮所有的人 帮助雪儿大大也会来哦 雪儿 这是 让我跟过去断个干净吗 雪儿 那天 我查看了雪儿的游戏空间 打开一看 的确是有人送了九十九豆花给她 但上面显示这三个字 水龙城 我握着手机 看着那三个字 呆呆着望着屏幕许久 我玩这个游戏 因为我有闲钱 有时间 不需要疲于奔命 我只要开几个箱子 弄一只神兽 就可以把你甩在身后 但你不能抱怨 这是公平的 我用的是自己的时间 花的是自己的钱 没错 可只要开几个箱子 弄一只神兽 哪怕是开虚第一时间就冲进来 把严格根据不错过 不浪费任何一点经验方式 拼命做任务升级的我 甩在了身后 这就是现实 而我呢 就恰巧是用了那句 人们常拿来讽刺游戏狗的话 因为你在现实中饱受挫着感 所以想在游戏里得到成就 但事实告诉你 你依然是一条闲鱼 可即使是闲鱼 我也要做闲鱼里最闲的那条 游戏里的机友 喜欢的人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拼命垫脚 去争取的 人在家中做 钱从天上来 水龙城给我转钱 干嘛 这钱 你拿去买三染 你在游戏里跟谁结婚 是你的自由 我不干涉 但如果出现任何纠纷设计帮派 我会根据事实 公正处理 拿到钱倒是很开心呀 可 我还没要嫁呀 还有 水龙城都知道这消息 那 小少年肯定知道 他会不会又找什么妖蛾子 树佳佳 哥哥一直看着你呢 我忧心忡忡地盯着手机 水龙城又不说话了 万年坑我的香肠 上线了 你也别看着水龙城和雪儿难过了 以后我给你介绍个好妹子 咱不差这一个啊 你不是在游戏里面扮人妖吗 大不了我娶你啊 大不了娶我 啊 我呢 不过咱们可得说好啊 玫瑰一人一半 坑爹呀你 你在脆弱的时候 果然很容易被蒙蔽了双眼 这哪是塑料有情 我这是泡沫有情 虽然我知道他说的只是句玩笑 但却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我居然因为游戏而反省了自己的人生 许多人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玩游戏啊 是很无聊打发时间还是为了逃避现实 还是说要谈一场 小哥哥 我关石英的网恋 当初水龙城也问过我 我现在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我玩游戏 就是因为我喜欢游戏啊 我喜欢 我就玩啊 哪来这么多理由 我就是喜欢 看着自己的等级慢慢升上去 就是喜欢突然打出好装备的心情 就是喜欢 帮战的时候 看着全帮在公平里伺候组队 就是喜欢 挖了N多张藏宝图 喜欢来场高级受决 喜欢 我也每个枯燥的时间 狭窄的生活圈 在游戏这个新世界里慢慢变大 你可以收获友情 收获爱情 收获许多许多 因为 我们每一个手机对面的玩家 都是真真实实 和声声的人呀 该说的 别说了 你懂得 就够了 嗯 我懂啥 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连泪都不能流 只能目送 好了 能不能不要自说自话 你这把歌词啊 爱总是身不由己 命运换个方式可以在一起 就让我 独守着回忆 我连伤感 都是奢侈的 就在他继续沉溺自己的世界时 我看到 他在公平里 公然挑衅了我老婆 啊不 老公 东方笔拜 我突然看你有点不顺眼 而且 越看越不顺眼 设置的 我一想念 你就那么近 但终究你都不能 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 原来我很快乐 只是不愿承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答案 我最大的 是你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 与我有关 没有句点 已经很完美了 何必误悔 故事没说完 还能做什么呢 我连伤感 都是奢侈的 我一想念 你就那么近 但终究你都不能 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 原来我很快乐 只是不愿承认 只是不愿承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答案 我感觉到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满 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我感觉到你